修不好的科鲁兹看来是真的 前段时间小区修了一个15年生产的经典科鲁兹 这个车是亲戚介绍过来的 它有一个毛病困扰了车主很久 就是车里面一到下雨天就要漏水 也在其他地方排除了天窗排水管堵的问题 但是还是要漏水 排水管也打得焦了 不行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哪里在漏水 我已经被逼的没办法了 直接上自来水管 看到没有 并不是排水管在漏 而是这个天窗支架的地方在漏 我也是服了 漏到这个车里面全是水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车不止天窗在漏水 这个前挡风玻璃也在漏 我也是服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一直在滴 那这里滴的还蛮严重的 必须先给它解决掉 然后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漏的 下面要把这个玻璃给它拆掉 这个必须要专业的师傅才能拆得掉 我是无能为力的 这个先要用这个钢锁 把这个原车的胶给它拿掉 然后才能把玻璃取下来 那么必须得两人配合 而且配合不好的话就容易把玻璃损伤掉 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漏进去的 马上把玻璃拆掉就能看到了 现在玻璃已经完好无损的拿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玻璃和车上面直接就打了一圈胶 给你们看看漏水的地方 这玻璃是在4S店更换的原厂玻璃 换了有一年多两年了 就从这里漏出去了 这是一个接缝的位置 原来的安装师傅我估计是个学徒啊 居然把接口的位置放在了玻璃的上方 你说你放在下方的话 它肯定不会漏水啊 你放在上方稍微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它就要漏水 现在咱们重新给它打胶 看看人家这师傅的手法 打出来的胶其实就和原厂差不多了 最后一点啊 我要把天窗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天窗漏水呢 是这个天窗的玻璃胶条老化了 这胶条呢是橡胶的 时间长了它就没弹性了 所以说就漏水了 好朋友们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车的问题 其实最早就是一直在漏水 后来我发现是这个玻璃在漏 天窗当然也在漏 但是天窗那个位置有点不好看 所以说我给它更换了一个天窗的胶条 但是这胶条呢在外面的气配市场 它又不单独提供 这就很烦了啊 所以说我又在某网上给它买了一个这个天窗胶条 总算是解决了问题 真是一搏三折啊 一个漏水的问题前前后后修了十来天 因为每次你修好之后它又不漏了 然后跑两天下雨天下大了 它又开始漏了 然后你拿水淋上去的时候它又不漏 所以说就很烦啊 不过还好啊 最终给车主把问题解决了 其实修复成本很低 在某网上买一个胶条也才50块钱 就是换玻璃重新打胶的工时费 要稍微贵一点 毕竟我不会搞啊 主要是 是吧 好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小学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